曾经是香港小姐冠军的陈凯玲 去年8月跟前TVB小生郑佳颖结婚 然后今年青年节诞下儿子Rafael之后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照顾儿子上 但她不时都会接一些品牌活动 日前她就去了意大利的维罗那 出席一个内衣品牌的时装秀 同行的还有名模马士惠 跟身材劲爆的女儿王丽佳 事后陈凯玲透过社交账号 分享在当地的生活点滴 跟穿起性感的白色bra top 配西装造型去看走秀 含有对于三寸事业线试人 其实陈凯玲素来都不是爱秀性感之人 她在2013年选钢戒时 报称尚未指的30A 被媒体形容为IPX胸 甚至最凭钢戒 不过自从生完孩子之后 陈凯玲的上围就不断升级 她当时曾经解释 是为了为母乳而努力升级 现在看来当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而陈凯玲的美图一破 引得不少网民大赞 很多圈中好友跟留言围观 纷纷表示火辣无比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